建筑物被炸到惨不忍睹 地上全是瓦砾残骸 乌克兰中西部大臣文尼查的空军司令部 遭到俄军六枚巡异飞弹攻击 尽管部分飞弹被拦截 但其余的还是几重建物造成破坏 具体损害还在调查 没有影响乌军士气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抗争 我们还要有什么要求 守在基辅近郊的士兵意志坚定 乌克兰官员也信心满满向西方喊话 俄军迟迟攻不下基辅 其他城市推进也有限 乌克兰军情首长更指出 俄罗斯军队被许多乌克兰线人渗透 再加上俄军不断误判情势 只能使用中世纪老套战术打仗 现在俄军突然战略转弯 难道是要挽回颓势吗 俄罗斯调整攻击重心除了可以创造谈判筹码 恐怕也不想让普钦太难堪 稍微挽回颜面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